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大家提供的PHP视频调诊 我是竹梁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12章绘画控制 今天的学习要点有两个 一个是Cookie 一个Session 这两个呢 我们今天讲的都比较的简单啊 比较的简单 但是在后面的大量的会使用它啊 会使用它 所以这一节课是个重点啊 是个重点 那么在第11章呢 我们有个遗漏的地方 没有去讲啊 我们先把这个第11章的叫做表单与验证一个遗漏的地方 我们讲一下 好 来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先close掉 创建一个project12 这个遗漏的地方呢 我们用demo1和demo2来讲 好 在上节课呢 我们讲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 嗯 就是传输啊 就是表单 第一张页面的表单 向第二张页面发送数据 而第二张页面接收 我们忘了讲一个 叫做phone 我们之前讲的是post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用post去回顾一下 好 信念 text text name 等于 等于什么呢 叫usename 就一个就可以了 来个br input submit value 等于提交 提交 可以了 打开浏览器 第一个basic 12 第一个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边有乱码问题 乱码问题 我们就改成中文吧 英文吧 好吧 不行 我们还是怎么样啊 还是把那句话给拷贝过来啊 拷贝过来 PHP 这边有个 这个编辑 有个模板 因为我们这边创建的是JPK 所以你这边要稍微改一改 接 好 现在创建一个东西 创建一个叫 无期 提交 提交的这边我们会接收的 怎么接收呢 通过什么 post接收 usename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好 出来了 123 123 出来了 好 那我们遗漏的部分是哪个呢 如果你这边采用的不是post 而是采用的get 它就接收不到了 看到吗 好 采用get的一个显著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它这边的地址栏 点提交 地址栏会将一等于 有个问号 加一个usename等于加 usename等于12111 OK 好 等于1111 那么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那么这边怎么接收呢 好 我用了这个注释是吧 用这个 用这个注释 好 这个接收呢 如果 表单采用的是 这个 什么方式呢 表单采用的是 get 传输 那么 接收必须采用 什么 这个超级全局变量 好 那么我们就直接打印出 get 这边直接来个usename 好 这样子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接收到 一点 好 接收到了 也是说你这一块呢 用的是post 你接收的时候就应该用超级全局变量post 你这一块用的是get 而我们这边就用get 那到底哪个好呢 到底哪种比较好呢 就是这个问题 到底哪种比较好呢 好 我们来看 这种好不好呢 大家看 1.123123 好 人家看到 这个地址呢 是不是也包含这个 那我改一改这个 我把这个改改改成这样子的 错了 或者呢 再来 我把这个改成 我回车 这边就变得 所以说 这个自由性非常的强 好 非常的强 所以说这种东西不安全 有点不安全感觉 是吧 要进行判断 要进行判断 好 也就是说 你在这边用get方式发送的时候 网址就会有这个 所以一般表单的话 还是建议采用post的方式发送 好 采用post的方式发送 那这边就注视掉 这边就 这边打开 这边就注视掉 这样就没问题 收信一下 回头 好 你这个网址改不了 你不好改 你这边就直接不变 那到底这个get在什么地方用呢 好 大家来看 一般来说 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超链接 这个超链接呢 要连接到一个文件 网页上去 比如说 demo2.php 问号 根据那个来 问号 a等于5 好 好 是这么一种形式 比如说我这边写个 例 好 大家 我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这边 任务栏 好 看任务栏 任务栏就是demo2.php 问号 a等于我点击进去之后 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表单 你不需要表单 也可以传值 这种其实就是get方式 问号 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 加一个值 一个 一个那个name值 加一个value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边就可以直接这么来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的 打印出get 打印出get怎么样 好 刷信息 我拿到了 也就是我这边可以改 对不对 也可以改 当然也可以改 所以就这种方法的话 有点要进行一些判断 好 点一下 我就拿到了 也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什么 一个超连接 来传送一个值到这里接收 好 那么这是我们上节课 遗留下来的 那么今天继续看我们 这个本节课的 本节课呢 我们重点看的是 这两点 Cookie的应用和 Session的绘画处理 我们读一读它的概述 读一读它的概述 在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 定义了通过万文网3w 全书文本图形 视频和所有其他 规 数据所有的规则 http是一种无状态协议 说明每次请求处理 都与之前或之后的请求无关 虽然这种简化方式 对于http普及 做了比较卓越的贡献 但对于希望创建更为复杂的 web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来说 这有点困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出现一种在客户端机器 存储少量的信息 Cookie 前面读了这么一大段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页面都是单一的 你一张页面做好之后 在所有人的面前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样就不太好了 对吧 不太好了 因为有些人 他会根据他个人的情况下 这个页面会有发生一点改变 而那个人 根据他的情况也发生一下改变 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互动 对吧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产生了一种叫做Cookie的东西 Cookie的东西 那么他Cookie出来了之后呢 又有点困扰啊 就是说由于Cookie大小限制 数量及其其他原因开发人员又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叫Session的绘画出 好 那么本节课最本章呢 重点就讲这两个 好 我们首先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这两个 第一个呢 是Cookie Cookie 读一下Cookie的应用啊 第一个 设置Cookie 叫SedCookie的函数 可以在客户端生成一个Cookie文件 这个文件可以保存保存到时到期时间名称和值三样东西 其实他不值得三样 我们主要学的三样就够用了 够用了 比如说打开打开这个4.0的 因为这肯定4.0都会有的 Cookie 它有这么多值呢 其实应该后面的很多 后面这么多都应该是可选状态啊 它没有把它扩起来 我们看看PHP有没有把它扩起来 好 其实后面都是可选状态啊 都是可选状态 但是一般来说呢 前两个不能省啊 不能省 因为第二个省就没值了嘛 嗯 好 来看一下 我们就学三个参数 Demo3 看一下 好 创建一个Cookie Cookie什么意思呢 Cookie什么意思呢 Cookie做什么用的 Cookie 不是Cookie Cookie Cookie是在你的客户机 存什么 存一个小文件 是不是小文件啊 这个文件包含什么 这个文件 包含你登录 10的信息 10的信息 第一步创建 创建一个Cookie呢 采用的是setCookie 我们看一下setCookie 它有这么多 那么第一个呢 是这个Cookie的名称 我们就叫做name 用字不算表示 第二个叫Cookie的 呃 值 我就叫做例 好例 可以了 写这么多就可以了 好 下面这句话 好 setCookie 可以创建一个客户机的小文件 Cookie文件 好 第一个参数 写下 第一个参数 表示Cookie的名称 第二个参数 表示 这个Cookie名称的值 Cookie名称的值 好 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你什么都看不到的 其实 好 运行一下 好 运行一下之后 什么都没有 那么怎么我就知道 它已经生成了呢 我怎么知道 好 我互联系 打开 这个这个工具 有一个页面信息 打开 有个页面信息 在安全里面 有一个查看Cookie 好 在安全里面 有个查看Cookie 我点一下就知道 这边有了 localhost 对 我们这边网址就叫localhost 然后name name 对不对 好 它这边有名称name 内容 里 主机 localhost 路径 basical 12 12 然后呢 发送条件 任意类型的链接 过期时间 在绘画结束时 好 什么叫做 在绘画 我们主要看 这个 前面四个 我们前面五个 我们都懂 第一个名称 第二个内容 第三个 localhost 本集 这个网址 发送条件 任意类型 内接 这个无所谓 好 过期时间 叫在绘画结束时 什么叫做 在绘画结束时 好 所谓的在绘画结束时 就是你这个浏览器 关闭之后 就没有了 好 我们写一下 所谓的绘画 所谓的绘画结束时 就是当你这个浏览器关闭时 就没有了 就自动删除 就自动删除 好 我们再打开 autohost desica12 demo3 不能打开 不能 现在不能运行demo3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页面信息 安全 查看cookie 好 那个name已经没有了吧 name已经没有了 就是说已经没有了 好 我现在一回车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页面信息 查看安全 cookie name有了 name有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我们关闭 它就没有了 关闭它就没有了 好 下一步 好 创建一个有包含 过期时间的cookie 创建一个包含 过期时间的cookie 好 这个过期时间 一般来说 用的时间戳 用的当前的时间戳 过期时间 采用当前的时间戳 加上秒即可 好 怎么做呢 在第三个参数 当前的时间戳 怎么提取啊 叫time 不好 我们前几节个 才学的时间 对不对 加上 比如说我要保 怎么样啊 我要 我要怎么样 保留七天 那该怎么办 括号 七天吧 我就七 但是以是以 是以秒来 那个约定的 对不对 那么七天不行 那肯定要乘一个 每天有24个小时 那么现在是 划成小时了 这个七天 有这么多小时 这么多小时 还要乘以60分 才能划成分 分呢 还要再乘一个60 就变成秒了 好 这样子的话 表示七天 这句话 表示七天 表示七天 表示未来七天 好 我这个时候呢 我 先不刷新 我再看一下页面 安全 这边叫 在绘画结束时 我一刷新之后 我新生成的 会把旧的怎么样呢 覆盖掉 好 一旦这个setcookie 这个改了 改变了 我这个一刷新 浏览器 就会把旧的cookie 覆盖掉 我们刷新看看 刷新了一下 刷新了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页面信息 看一下安全 点击查看cookie 好 这个时候这个name呢 它叫过期时间 2010年7月26号 20点31分07秒 现在解决号 19号 七天一周 对不对 是一周吧 有没有错误啊 有对的 肯定对 对吧 肯定不会错 好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出现了 现在下一步内容 先保存 保存七天嘛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个保存七天 现在我先不用啊 因为保保有期限的不太好 不太好弄 不太好管理啊 set cookie 我们还是先来个基本的啊 来最基本的 好 这样的一刷新 绘画结束时 对了 下一步叫做 我已经创建了cookie了 但是这个cookie 我肯定要在页面上把它读出来 只有读出来 我们才怎么样啊 才能去使用它 判断它 看一下 怎么多 demo4 首先第一步 创建cookie 好 demo4先创建出来 有的 demo4是有的 已经有这个cookie了 好 读出来 读出来很简单 读取本机的cookie 采用一个超级全局变量 全家变量 超级全局变量 什么呢 cookie 看看对不对 cookie 没有s 对啊 好 中国号 里面放什么呢 funname 放这个名称啊 好 里面放 cookie名即可 cookie名即可 然后呢 我将它给打印出来 好 将它给打印出来 好 立即打印出来了 看到没有 立即打印出来 好 现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特性啊 有个特性一定要说一下 有一个特性 有个特性 cookie并不是即时生成 并不是即时生成的 它会怎么样啊 慢一拍 什么叫慢一拍啊 什么叫慢一拍啊 你 你发个短信给我 其实你已经发了 但是我要过几秒钟才接受呢 是吧 好 这个就叫做慢一拍 慢一拍 好 什么意思呢 很好理解 我现在刷新一下 这边是里 里没有关系 因为这边是name嘛 这边用的cookiename 就把这边的里给 值给打出来 好 我现在立刻把它改成 无期 wq wq 好 这个时候我刷新一下 是里还是无期 好 还是里 一刷新 我刷新过 怎么还是里呢 不是改成无期了吗 好 我再刷新一下 无期了 wq 所以 你要知道 注意 注意点 叫ps ps一下 备注 慢一拍 就是说 第一次刷新 只是 怎么样啊 生成覆盖了 原来的 但获取的 还是之前的 而第二次刷新 才能真正 获取到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子 这我们不管 但是呢 我们在真正用的时候 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它不是极致性的 但它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我们在用cookie 不管是做 这个会员登陆 还是购物车 这个慢一拍 对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我们本身就具有跳转功能 好 就这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行 这是获取 那么 下面一个 叫 我怎么样判断这个cookie 有没有呢 很简单 用变量检测函数 来判断 cookie 是否存在 比如说 is set cookie 好 那么就edge 存不存在呢 好 我看答案出来 好 答案出来 这个哪边错了 好 上面少了一个分号 刷新一下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 说明它不存在 如果我看看name 是什么存在 如果打印出1 就是存在的 好 1就是存在的 好 那么这边就可以做个犯罪 如果 这个name是存在的 我就把它打印出来 如果不存在 好 不存在 使用户 不存在 使用户 好 武器 怎么两个武器了 这个删了 好 那么我这边 把它改掉 叫name 叫做 叫做name2 刷新两面 这样也不行 因为它没有 没有删除 没有删除 所以我们下面 要讲删除 好 那么只有这样子了 name3 name3 如果name3 存在的话 打印出name3 否则不存在 使用户 好 现在看一下结果 name3肯定不存在 不存在 使用户 OK 打印出来了 好 最后一点 叫删除cookie 删除cookie 那么怎么样 把刚才的cookie删掉呢 我刚才cookie没有删掉 对不对 好 大家来看 删不掉了 demo 删除cookie 比如说你建了一个cookie 叫做cookie 叫name 叫做le 好 比如说 打印出这个cookie name 现在的问题 你第一遍刷新的时候 它新增了 第一遍 这个应该打印不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到了 按照我们刚才 慢一拍 一回车 它打印出的是无奇 我明明这边写的是le 为什么打印出的是le wq呢 因为你demo4 刚才这边是le 是不是 name是le 所以你第二次 再刷新的时候 就变成le 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第二次刷新 你才能把那个替换掉 好 现在我要删除它 也就是说我在这边 中间 中间 删除掉 这个cookie 怎么删呢 很简单 set cookie 还是name 然后呢 将它的值设为空即可 好 将这个值设置为空即可 好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慢版拍 对不对 再刷新一下 没了 删掉了吧 好 还有种删法 比这个稍微专业一点 好 再看一下 用时间去删除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种说法叫做过期的时间 你这个一刷新一刷新又有了 又有了之后呢 我将它的过期时间调到昨天去 我将过期时间调整到什么 目前的时间还少一秒 那么就就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过期的了 那怎么是过期的呢 set cookie 好 这个也在 name也有 这个值呢 也在 叫例 然后呢 直接是time 减一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刷新两次 第一次刷新一下 有的是过 是这个上面的 对不对 因为它要慢慢拍嘛 再刷新一下 又没了 所以通过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通过什么 通过过期时间也是可以的 通过过期时间也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cookie 我们就讲这么多 虽然就这么一点点 但是以后的用途会很大 最后会讲一个例子 我们先不讲了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 使用cookie的限制 因为等会下节课 我们要讲 讲session 为什么要用session了 cookie的限制 必须在html文件 之前输出 之前输出设置 不同的浏览器 对cookie处理不一致 以前也是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这个我们尽量自己注意起来 这个倒无所谓 限制客户端 一个cookie只能创 创建30个 并且每个不能超过4KB 每个外面设置不能超过20个 20个 还有 这个的确是限制比较多 限制比较多 主要它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它是在客户端 限制在客户端 这个比较麻烦 有可能会泄漏 对吧 资料泄漏 你的机密泄漏 好 那么这些课 我们先讲这么多 先讲这么多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连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hi 百度.com 连辉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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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